掀开被子 将女人的双腿拉开 接着掀开她的上衣 将平坦的腹部露出来 然后用手在上面轻轻地扣肌 再稍微用力地按压女人的膀胱 因为女人全身瘫痪 连排泄都必须依靠他人 强烈的羞耻感 让她在此刻选择装睡 如今新来照顾她的护工是个男人 但女人别无选择 虽然她是位女强人 但因为车祸变成全身瘫痪 生活质量一落千丈 巨大的落差 致使她的脾气变得愈发古怪 所有人都被她搞得烦死 除了男人没人愿意做她的护工 而老护工也即将离职回家结婚 向男护工交代了工作的所有细节 尽管她满口答应 但第二天她就直接睡过头了 莫伊尔此时憋得已经满头大汗 对着迟到的男护工劈头盖脸一顿骂 男护工神情紧张 担心自己会被解雇 幸运的是 莫伊尔有些饿过头了 没力气继续发火 给了男护工将功赎罪的机会 匆忙洗了脸后 男护工端来了早餐 但正要喂食时 男护工却说忘记放糖了 慌忙跑进厨房 然后大口灌下了酒精 原来是酒饮饭了 然而这个离开的借口一眼就被莫伊尔识破 但莫伊尔没有想到 这位粗犷的男护工竟然如此温柔 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 别人都是直接无视他 在这方面的对比反差下 他对这个男人竟然感到一丝满意 他让男护工打开了窗户 微风随之而来 让生活似乎轻松了不少 享受没一会儿 迟早要面对的尴尬就如约而至 男护工端着尿盆来到莫伊尔的床前 莫伊尔面路窘迫 连忙叫停了他 谎称要打电话 然而他拨出的号码却是空号 但不管怎样羞耻 他终究无法逃避这个过程 男护工用力地扯掉被子 粗鲁地给女人排尿 之前有老护工的掩饰 他以为自己能应对得了 但当他亲自动手时 他却大受震撼 有了辞职的念头 老护工也很无奈 于是向男护工讲述了莫伊尔的故事 他年轻有为 却遭遇车祸 家世显赫 却遭到未婚夫的背叛 男护工听完后若有所思 他发现莫伊尔的傲慢和脆弱 和自己非常相似 他曾是自视甚高的拳击手 自从退役之后便整日混迹在酒吧 嗜酒如命 一边当着咸鱼 一边又不安于现状 男护工静坐在椅子上 仿佛想明白了什么 他决心要改变 要借酒 于是再次回到豪宅 老护工并不感到惊讶 他问男护工为什么回来 男护工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钱 这些话正好被莫伊尔听见 莫伊尔喜欢阅读 但他读不得爱情故事 因为被渣男伤害过 老护工再三嘱咐后 这才让他外出购买食材 菜市场人员混杂 到处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他发现一个小孩 俯身查看 但当他站直身的瞬间 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原以为自己胜利了 但那个黑人手中却拿着一把刀 男护工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拿着自己的钱包 六只大吉 没钱买到莫伊尔喜欢的菜 只能尽力购买一些廉价的食材 看着盘子里的鱼肉 莫伊尔大发脾气 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咳嗽 所以鱼刺对他来说非常危险 面对他的责骂 男护工保持平静 他保证自己把鱼刺全部挑光 希望莫伊尔能够勇敢尝试 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 他已经过了三年 这根本不能算是活着 看着地道嘴边的鱼肉 莫伊尔张开嘴巴 小心地咀嚼着 鲜美的味道在口腔中爆发开来 他咽下了嘴里的食物 甚至还想再吃一些 直到他把所有的东西吃光 他的嘴巴一直张着 男护工笑着说 对不起 仅此一份 他将可乐倒入杯中 随后又加入了酒精 他犹豫了很久 但最终没有喝下去 酒精的阶段反应让他痛苦不堪 直到第二天清晨他才勉强入睡 到达雇主家时 雇主胸前已经浸满了汗水 看着数次迟到的男护工 莫伊尔生气地扭过头去 男护工只好说自己病了 莫伊尔听完一顿输出 病倒没力气打电话吗 什么病 癌症 胃痛 扁桃体发言 应该是宿罪吧 他最后一次警告男护工 如果再发生无故迟到的话 他将被解雇 他接过上周的工资 冷静地思考良久 他没有拿工资用来买酒 而是奖励自己买了一双新鞋 为了借酒 他回到了曾经的拳馆 作为一名前冠军 老板对他非常热情 眼前的沙袋仿佛是他过去肮脏的回忆 他用力挥舞着拳头 暴揍曾经的自己 他想看电视 但莫伊尔要求他阅读书籍 或许是为了充实自己 或许是为了拯救男人 他读 他听 虽然男护工不耐烦 但又不能停下来 为了让他坚持阅读 莫伊尔把阅读变成了他的工作 而为了工作 男护工必须每天读书 莫伊尔还喊他教授 请你去煮茶来喝好吗 我要喝薄荷茶 在煮茶的时候 他充满兴致 还想让莫伊尔称他为教授 莫伊尔也没有预料到 这薄荷茶竟然被男护工煮得如此香甜 在此后的日子里 男护工仍然坚持锻炼 一副宝刀未老的架势 拳馆老板看到这一幕 决定让他来训练自己的队员 但对方是女孩 这让他感到为难 和拳头的交流下 双方开始互相了解 但男人没有坦白自己的拳击手身份 反而说自己擅长古典舞蹈 对方微微一笑 识破了他的谎言 而莫伊尔每天都在过卧床的生活 男护工决定带他改变 想让莫伊尔坐轮椅到外面溜达 但莫伊尔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敢轻易尝试 认为男人每天喝得醉醺醺的 手脚不利索 指不定自己刚出房间就从楼梯上滚下去 坚决拒绝了男护工 还质问他为什么要整着死出 他是护工 又不是导游 男护工没有说话 走到窗前 看着窗外美丽的景色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不顾莫伊尔的拒绝 直接抱起他出门 看到蓝天和大海 莫伊尔难得地开心起来 吹着海风 享受阳光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了 男护工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满他收集的各种酒 他让他闭上眼睛 然后描述这些酒的独特味道 每次他说出正确的答案 他都会急于肯定 长期卧床的莫伊尔终于得到了久违的认同 每天的相处 让莫伊尔对男护工产生了一丝依恋之情 他看着对方的眼神也有了些许不同 他说要自己出去散散步 但男护工依旧坚持读书 正如莫伊尔预料的那样 他已经喜欢上了阅读 他们一起在街上慢慢走着 莫伊尔享受着久违的人文氛围 还遇到了许久未见的好友 男护工很识趣地走到一旁 等莫伊尔反应过来时 发现他正在远处看着自己 他呆滞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宽慰 两人一起喝着饮料 彼此倾诉心事 久久地说不完 莫伊尔终于问出那个问题 拳击教练居然带着女队员一起洗澡 还是在肮脏的澡堂里 面对恶劣的环境 他们却没有感到一丝厌恶 因为他们本来就身处社会底层 除了成功 他们别无选择 教练也对女孩格外严厉 仿佛把她当成了过去的自己 不断在救赎对方 为了保护女孩 她被东欧人殴打 身受重伤 无法再看护卧床的雇主 女孩替她给莫伊尔传信 说是请假一天 然而男人第三天才来上班 发现莫伊尔已经在面试新的护工 等到莫伊尔看到男人脸上的伤 她感到非常不开心 愤怒之中又带着一丝心疼 质问她这次矿工的借口又是什么 难道是闹钟晚了两天才想吗 莫伊尔得的言辞犀利 不断挖苦男人 戳男人的痛处 还说她矿工两天已经被开除了 即使男人哀求 不会再有下次 女人嘴依旧很硬 只是眼角流下了热泪 出卖了她的冷漠 失去了工作 男人再次陷入沉沦 买了一瓶烈酒 但没有喝下去 她知道不能再重蹈覆辙 没有工作 她只能依靠奖金为生 带着女孩开始了艰苦的训练 然而相比于男人的迫切 女孩却心不在焉 如今连救赎过去的自己也无法做到 男人再次喝酒 谁曾想她最后居然溜到了莫伊尔床上 醒来的莫伊尔被眼前的一幕搞猛了 可看着睡在身旁的男人 眼神里有一丝宠溺 没有眼力见的新护工打破了美好氛围 想把男人赶下床 莫伊尔立即哄她出去 继续笑着看睡在枕边的男人 等男人苏醒时 莫伊尔立马又摆起了架子 男人再次祈求 希望能够回到工作岗位 或许她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 还有一份不可求的感情 一再保证自己会戒酒 无论莫伊尔如何咒骂 男人都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或许是为了宣泄内心的情绪 让男人知道她的不满 她再次展现了自己毒蛇的一面 字字珠心 这次是真的伤到男人的心了 她转身离去 但在门口停了下来 略显犹豫 最终 她坐在了莫伊尔的床边 莫伊尔有些呆滞 心中既害怕又带着一些期待 面对男人的质问 她极力掩饰内心的羞涩 在慌乱之中 她的言语失去了之前的锐意 然而说着说着 她竟然带着哭腔 抱怨男人来来去去让她备受折磨 说她善变 一会要走 一会要留下 一会要走 一会又要回来 男人坚定地说 我要回来 但是你开除了我 莫伊尔却说 正常女人可以给你第二次机会 她有这样的奢望 可我没有这样的奢望 一个小小的鱼刺 都能要了我的命 去做早饭 我饿了 不知是莫伊尔的妥协 还是心中的期望 或许她内心一直渴望着男人的留下 一切又仿佛和往常一样 却又多了一种别样的韵味 他们在树下相拥 享受着独特的世界 还没有亮的天空下 她抱着莫伊尔 让她感受世界的美好 在湿润的草地上推着她一起翻滚 二人躺在地上 引起了一群孩子的驻足 他们笑得欢乐无比 或许经历过背叛 莫伊尔的内心充满不安 她对男人说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你要离开 不要丢下我 我答应你 这个曾经拥有一切的美丽姑娘 因突如其来的车祸而失去了一切 她每天都伴随着孤独和寂寞 直到男人的出现 那个看起来脏兮兮又粗鲁的酒鬼 却拥有一颗温柔的心